青春之歌 第一步 第二十六章 道镜像在噩梦中 上车后还没容他想想是怎么回事 又有两只大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随即一大块黑布像绷带一般把他的两眼捆得严严的 世界突然变得漆黑而可怕 他什么也不能想了 汽车带着风声呼呼的响 他的心像吊在无底的深渊中停止了跳动 等被人驾下汽车推到一个地方 并被人解开绑着的眼睛 双手掏出嘴里的不快的时候 他才迷迷糊糊的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匪徒们绑架青年 他听说过国民党常用这种阴毒的手段不走青年 有许多人就是这样一去不返的 死吧 牺牲的时候到了 他想着被推进一个门里 这时候他本可以睁开眼睛 看看到了什么地方 可是他不睁 他不愿看见这罪恶的巢穴 仿佛自己一定会死似的 他紧闭眼睛 等着最后的一刻 这么年轻的学生 怎么你也来到这个地方了 为什么打官司呀 你倒是睁开眼呀 这又不是老和尚修行的地方 在这耳壁着眼干嘛 许多女人亲切的问询 招呼声 使他不得不睁开了眼睛 潮湿 阴暗 拥挤 发着霉气的臭味 使他立刻明白 这是到了牢房 并不是什么魔窟和刑场 有人给他让了个位子 他便坐在抗炎上 有许多女犯人包围着他 你为什么吃官司 几个女人几乎同声 这样好奇地探问着 不知道 道竟摸着扭痛了的双臂 望着许多陌生的脸说 我教完书走到半道上 猛不妨有人把我架上汽车 蒙住我的眼 堵住我的嘴 把我送到这地方来 哎呀 这八成是政治犯呀 为什么也把你弄到这个地方来 你这算老鸡呀 一个蓬头散发的瘦女人 满脸烟气 眼圈乌黑 几眉弄眼的 道竞急了 赶紧问他们 你们这屋里都是什么案子 一个镶着金牙的胖女人 生怕瘦女人抢了先 便急急扳着指头冲着道竞树刀开了 您要问什么案子 这可是应有尽有 花案 赌案 烟案 抢案 外带上拐带呀 丝陶呀 白面影刻呀 说到最后一句 胖女人冲着瘦女人一声冷笑 露出了满嘴金牙 瘦女人仿佛受了侮辱 脸上微微一红 紧接着抱拂起胖女人 您不知道 这儿还有那瑶子里的婊子 倡妇老宝子 整套全干的臭娘们 这号人 杨眉大窗掌上脸 还觉着好大的体面力 胖女人火了 一个嘴巴 几口唾沫 一起上了瘦女人的脸 一时哭喊声 臭骂声 几乎把腐臭 昏暗的小屋抬起来了 女看守跑过来一阵臭骂 才使屋里渐渐安静下来 道静心里好腻味 这些乌七八糟的 都是些什么人呀 她希望把她放在 政治犯一块儿 就是枪壁也比这儿好 她一个个把屋里 拥塞着的女人都看了一下 有几个乡下打扮的女人 都搭了着脑袋 无精打采 可是另一些穿着 又脏又旧的 愁愁断断的女人 却一点也不愁 有的哼着银荡的小调 有的往嘴里吞着鸦片烟丸 有的仰面朝天躺在木炕上 喷着烟圈翻着白眼 啊 这些人好像在哪里见过 道静站在墙角暗暗撕存着 忽然 父亲的姨太太 母亲凶狠的脸 淫荡的小调 劈拍的麻将排响 过去许多忘了的情景和人物 此刻全在她脑际清晰的浮动起来了 她厌恶的吐了口唾沫 不愿再想这些 看看炕上没地方 便蹲在墙角抱着脑袋装起睡来 地上潮湿寒冷 她蹲累了只好坐下来 一夜拿礼合的上眼 她反复的想着国民党 为什么把她抢到这儿来 他们怎会知道她的呢 如果因为传单 因为革命的朋友 那为什么不把她关到政治犯一块 她想起箱子里的衣服 年龄 籍贯等等 这时从阴暗的大堂后面走出一个西服阁履的瘦长男子 她来到法官耳旁几箍一阵 法官连连点着头 道静看着那个瘦长个子好面熟 可是一下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她刚刚觉得有些惊异 法官便对她说道 林道静 你的案子转到市党部办理 现在你可以由胡孟安先生担保释放 胡孟安 这胡孟安是谁呢 为什么由她担保释放 她带着沉重的心情和深深的疑虑走出了那个森冷的灰墙 回头一看 才知道自己是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待了一夜 塔固车赶快回到公寓 官上门正想查查丢了什么东西 不想屋门一开 那个担保释放了她的胡孟安也跟着走进来了 林小姐受惊了 我特来慰问 胡孟安摘下精致的灰色那帽 露着笑脸向道静点头鞠躬 呵 道静向蝎子试了试的惊跳起来 他猛地跳到墙角 盯住那惊瘦的闪动着白眼珠的黄脸 许久功夫说不出一句话 他 他不是那个曾经买通母亲要讨他的胡局长吗 原来 原来是是党部的特务 哈哈 林小姐不必害怕 许久不见了 我特来看望 请坐 他反客为主的用手一摆让道静坐下 道静没坐 他自己欠欠身 先坐下了 道静正了一会 竭力压住心头的恐慌和厌恶 慢慢走到门边 站在门框上 时光真快 我们不见已经两年多了 胡梦安吸着香烟 慢悠悠地一口口地吐着白烟圈 他带着一种安闲儒雅的风度柔声说着 你一走 林伯母急坏了 我也急 林小姐 你晓得吗 我是如何地静默着你 从此以后 我灰心失忆 再也不打算结婚了 他扔掉烟头 吐了一口唾沫 像面色死白的道静去了一眼 好像在等待着他的回答 但是道静既不看他 也不吭声 等了一会 胡梦安见到静没有说话的意思 就用打火机又点着了一根纸烟叼在嘴上 觉得坐着的硬木椅子很不舒服 他把椅子挪得离墙稍远一点 用椅背顶在墙上 就支着腿仰着身子 躺在临时凑成的沙发上 你还不晓得吧 他眯粉着眼睛 露着惋惜的神色 令堂大人已经去世了 令尊去了南方 至于小风小弟弟 我本想留下跟着我在北平读书 后来他愿意跟着父亲 所以也去了南方 他们大概都在南京 嗨 林小姐 听说你已经有了一个如意的丈夫 现在怎么不见他呀 到净突的打了一个冷战 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些 他把身子稍稍挪动一下 冷冷的说 是的 我们很好 哈哈 一阵尖锐的像哨子样的笑声 弥漫在窄小昏暗的房间里 不要瞒着我喽 好什么 你们已经分手了 因为思想不同是吗 好的 林小姐 我猜你的生活一定很困难 我们是老朋友了 不要客气 一切困难全包在我身上 你一定全然不晓得我的消息吧 近两年来 我的事情还过得去 收入也还可观 又是一个单身人 到竟听到这里 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厌恶与憎恨 使他一字一板地 从牙齿缝里向外进着字句 你找我有什么事就照直说吧 为什么抓我 为什么你又把我保出来 关于过去的事我不愿意听 那个家庭和您 全与我毫不相干 好容易听到道静讲话了 胡梦安直起身子放下 纸烟丙息侧耳的听着 听完了 他不动声色地对道静笑笑 又拿起了纸烟 你问这个吗 很简单 宪兵三团晓得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 因此逮捕了你 幸而我听到了消息 用党部的名义 才把你暂时保释出来 林小姐 不要这样 小孩气哟 冷静一点 你晓得吗 我是非常爱护青年的 我做这个工作 也是为着挽救青年 不得已而为之的 他自我欣赏的连连点着头 然后做出十分显雅的姿态 慢慢说道 如今被共产党迷惑住 走上歧途的年轻人实在不少哦 林小姐 我真没想到 你跑出家庭闯来闯去 也闯到他们的怀抱里 真想不到 真想不到 他连声铠叹着 为了把自己安置得舒服些 又养在他自己做成的硬木沙发上 慢悠悠地说 林小姐 你放心好了 有我 一切都不成问题 不管你过去有过多少危害民国的严重问题 有我 可以帮助你 担保你不会 我没有危害国家 我也不需要你的帮助 道静的心里像有一颗埋藏的炸弹爆炸了 他瞪着眼睛激怒地喊道 我早看透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我不要你的担保 也不要你的怜悯 你们想把我怎样就怎样吧 胡梦安的笑容收敛了 他好像挨了耳光的瘦脸歪扭了一下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非常老恋的人 请客间他又恢复了非常文雅的姿态 他注视着林道经苍白的然而更加显得俊美的脸 不慌不忙地说 请不要误会 林小姐 我们是老朋友 可以无话不谈 你可知道你的案子的严重性吗 北平街道上的许多共产党传单是谁贴的 许多学校里的传单是谁寄的 是谁想参加北平共产党的暴动 是谁的箱子里放着共产党的刊物和文件 许多严重的事情你自己心里会明白的 不必我来多讲 蒋孝仙这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这些情形他全侦查到了 他 他要亲自审理你的案件 所以事情非常危急 林小姐 不是我向你表公 确实是我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你弄到是挡不来的 现在嘛 事情很好办 也很难办 一切全看林小姐你自己的意思了 我想 林小姐你是聪明人 你不会硬拿着鸡蛋碰石头 硬拿着宝贵的生命开玩笑吧 他说的那么委婉 那么诚恳 然而又那么血淋淋的怕人 说完了还无限惋惜似的长叹了一口气 道竟像泥台般愣住了 怎么 我的事 他们全知道了 这些秘密的被泄露 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与惶恐 他很命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也竭力克制着因过于激动而引起的战力 忽然想 他们从哪里侦查到的呢 好小姐 不要发愁了 有我 胡孟安悄悄地站起身来走进道竟的身边 一边轻轻说着 一边用手向他的肩上搭去 滚开 道竟激怒地喊了一声 一跳跳到了桌子边 喘息一下 盯着胡孟安喊道 说传单 说暴动 说共产党 血口喷人 你们有什么证据 胡孟安没有回答道竟的话 他看了他一眼 拿起放在桌上的大皮包 他把皮包慢慢打开 从里面掏出几张红绿纸片和几本刊物 像亮宝一样像他眼前一亮 微微一笑 这是什么 好小姐 望着那些熟悉的纸片 中国共产党几个字赫然印到他的眼里 待遇给他的北方红旗也落入强盗们的手中 看见这些 他心里一阵发热 几乎要哭了 有生以来 他第一次尝到了仇恨的滋味 所有以前对家庭的 对社会的 对一切迫害他和妈妈 侮辱他和妈妈的仇恨 一下子全都集中到这个盗窃他的传单的人身上来 他盯着他 目不转睛地盯着 脸色由惨白变成了深红 愤怒使他忘掉了怎样对付狡猾的敌人 他竟天真的轻率地喊道 传单是我的 各个学校的传单也是我寄的 我恨你们 恨你 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胡孟安的脸孔又狼狈地歪扭一下 接着仍然毫不在意地干笑起来 哈哈 林小姐 我真替你可惜 聪明人为什么一时糊涂起来 不要执迷不悟呀 今天 你一定很累了好好休息一下 我走了 改日再来看你 他收拾好大皮包 戴上帽子 临出门时 又回过头来对愣在窗边的道径点头笑道 好好想一想 想一想 聪明的小姐 对不起 打扰了 fork 监理 戈